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6月10号星期一 以色列救了四名人质 只能不说 其实有一个三男一女 其中一个女的就是诺亚 然后这两天陆陆续续的一些真实情况出来了 说他为了救这四个 杀了274个人 打伤了698个人 国际社会现在谴责以色列的大屠杀 而且在这过程中可能还造成一些以色列人质的丧生 还有美国的一个人质解救小组 在过程中提供了一些情报支持 所以也在指责美国参与了这种种族灭绝 当然这个里边现在有争议 一种说法 以色列的说法 说杀的这两百多人都是他们反抗 为了保护 他们为了给我们争夺人质 然后我们杀了 另外一种说法 说人质涵在这这些人根本都不知道 其中只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知道人质藏在这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以色列反正知道人质在这进行救人质 然后救人质的过程当中就是说 因为反正我救人质 这是肯定是一个正确的军事行动 对不对 你谁也不能说什么 然后以这个为理由 就是说在周边看见一个就杀一个 然后基本上就没留 能杀就全杀了 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说啥我也不知道 你只能自己去看 用说法就是说这274个都是哈马斯 那种说法书就是说 反正带着仇恨去的 见人就杀 就是这么个意思 咱们就不知道了 好吧 反正这个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 国际上的这些政治家们都说什么 好不好 欧盟外交以安全政策高于代表 柏雷利亚称 他说这是一场大屠杀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血洗 他说以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来自以色列的又一次呢 屠杀贫民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 格里菲斯形容说说碎尸遍地 埃及外交部以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以色列对这个难民营的这个袭击 称以色列的公然违反了所有的国际法的这个规则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回应说呢 不清楚具体的伤方数字说他就是四个杀了两百多人 这怎么回事 他说我不太具具不清楚具体的伤方数字 但是呢 无辜者惨遭杀害的话呢 的确令人心碎 沙利文的呼吁以色列用外交方式来解决 他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采取这种级别的军事行动 来把人质救出来 沙利文的指美国希望以色列的行动呢 更加的这个精确 更加的具有的针对性 不能够呢 这么是泛泛的就去杀啊 嗯 那么西班牙爱尔兰挪威政府宣布正式承认的巴勒斯坦国 那当然这激起以色列的愤怒 以色列外交部部长的卡茨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决定切断以色列及其控制地区的西班牙外交机构 与巴勒斯坦人的任何的联系 阻止西班牙驻耶勒萨隆领事馆 向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任何的服务 啊 那西班牙也是这个非常不满的 所以对此呢 作出回应啊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宣布西班牙将加入南非 向设在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 也就是西班牙正式就是说这个官方 这是他外交部啊 官方认可就是说以色列的实际上在巴勒斯坦呢 实施的是这个种族灭绝行动 这个与战争什么都没有关系 那以色列呢 战时内阁的中间派成员甘茨啊 在这个周日昨天也宣布呢 退出了战时内阁 那战时内阁我们说 他一共就五个人 有两个呢是观察员 没有投票权 一共只有三个投票权的 那现在有一个退出之后呢 等于战时内阁就等于就算 基本上算解体了 虽然呢 说还剩四个 但另外两个都是观察员没有投票权 那另外两个人呢 你投票没有用 如果俩人一点不一样 一人一票都没法决定 如果三个人的话 还有个三比二 二比一的这么一个呢 这个就是说做一个决定 那你两个人怎么做决定 等于战时内阁等于就不存在了 那这个反正甘茨最后也是实在 就是说受不了了 觉得那条米亚国呢 实在是走得太过了 他作为战时内阁的成员呢 他当然在这种关键时刻 想要支持这个国家 支持这个民族 但是到最后呢 实在是没办法 总还是要有一个底线 那最后呢 就是说宣布退出 那战时内阁解体 那他退出的话 等于战时内阁就解体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把另外两个观察员 其中一个晋升为正式的 这个战时内阁的成员 那就补一个人进来 战人设一个观察员 还有三个人 或者一个呢 可能就解体 因为另外两个人呢 从这种威望 从这种 就是说 你要服众 对不对 那你最后 那你战时内阁 你干脆你就一个你老婆 另外一个你们家保姆不完了 对不对 等于不算你说了算 就没意义了 你这个战时内阁 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得把你家吹肉圆弄来 对不对 你家养宠物狗了没有 对不对 那能知狗 彻底变成你一言唐要得了 对吧 那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觉得这干词 只要退出的话 战时那个估计是搞不下去了 好吧 那大体呢 就是以色列目前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到底前方的一个 就是说 杀成什么样 我们说实话 也不了解 对吧 那这种东西呢 反正我只能说 在英文媒体方面 以色列基本上就是臭了 也能看到 对吧 你看西班牙 爱尔兰挪威 全部都是这个 都在支持巴勒斯塔的 然后甚至到海洋法院去告以色列 这都属于欧盟国家 那现在弄了欧盟内部呢 也是欧盟内部 现在也吵起来 吵得很厉害 那 我看这么走下去 对以色列恐怕不是很好 但是呢 很庆幸啊 现在目前咱们海外的简体中文的这个圈里来讲呢 现在还有一些的这个死忠分子还在坚持支持这个以色列继续搞的种种种灭绝 这种大屠杀 好吧 那所以呢 反正在咱们中文这个圈里来讲呢 还有 还是有这个可以去辩驳余地的 但是实际上在英文的这个频道里来讲 基本上就是 就不太有了 没有什么东西了 所以呢 我不知道 这美国呢还好 美国因为不还有这个右翼吗 共和党这边还有人在这个支持 反正那就我们看看吧 但是 因为呢 这个媒体嘛 主要还是这个左派媒体多 这是事实 你看这个 就是说2020年美国大学的时候你也发现除了FOX之外 其他的媒体基本上都在左派这边 左派媒体多一点 所以呢 左派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说 有点对内塔尼亚胡有点忍无可忍了 所以呢 整个这个西方媒体呢 主流媒体这个方向来讲呢 看来这个内塔尼亚胡这边有点就是说处于一个弱势 不过还好 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我们这个咱们最后简体中文这边还有一帮这个死忠分子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 原先那些在这个早期的时候 在去年10月10月的时候 强烈支持以色列很多人呢 已经闭嘴不说话了 尤尔强当年呢 就挺过的挺过到 后来有一些人呢 有一些人开始砸锅了 有些人就再也再也不提了 黑不提白地不提的事 其实现在我也发现也有 那这个东西呢 陆陆续续的就这么过来 我看内塔尼亚胡 我不知道还能挺多久 因为他自己的 等于他自己战时内阁的成员也在反他了 我看 我估计内塔尼亚胡恐怕时间也就不长了 差不多也就这意思了 好吧 那么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